《孕啟動》 Hello 大家好 我是羅美玲 歡迎來到運期營養小教室 Hello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陳凱宇 對啦 今天晚上 家庭聚餐有很多的姊妹她要來我家 我長出 但是因為今天有孕媽咪要來 所以食材的挑選就很重要 對 因為在懷孕期間 營養素的攝取 還有食材的挑選都要斤斤計較 沒有錯 還好我們今天有專業的營養師 可以幫我們做嚴格的把關 我已經看到我晚上要煮什麼了 而且這是大人小孩一定要的 欸 等一下 妳是要拿薯條嗎 對啊 不行不行不行 來 手手先回來 為什麼不行 因為其實啊 薯條的熱量高 油脂含量也高 其實對媽咪來說 其實是不太健康 容易長肉肉在身上的喔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選擇呢 其實在懷孕的期間 特別要注意營養均衡 也就是六大類食物呢 都要攝取到 並且在第一孕期 還有二三孕期的時候 所需要的營養還有份量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愛注意喔 那營養師 我們在那個孕期期間的營養素 我們要怎麼攝取會比較好 對 其實在懷孕的期間啊 我們說媽咪吃下去的食物呢 都會化成寶寶的營養 所以這時候的營養素攝取 就很重要囉 特別是維生素 還有礦物質 像是維生素B12 維生素D 還有葉酸 那像是礦物質啊 就是鈣質 鐵質 還有點 還有千萬不要忘記囉 現在很多人容易缺乏的膳食纖維 也要補充足夠 確實 像剛剛營養師說到的葉酸 我知道有很多深色的蔬菜 裡面都有很多 但是像我們這個架上 這麼多零零種種的深色蔬菜 到底要怎麼選擇呢 就是這一包啦 空心菜 對 空心菜 因為空心菜其實很容易購買嘛 然後價格也非常的實惠 重點是它的營養素非常的豐富喔 它還有豐富的鈣還有鐵 而且還有剛剛講到 對於媽咪很重要的葉酸 因為葉酸跟寶寶的神經系統發育 是有直接相關的喔 另外啊像是海鮮 魚類 甚至是這個蛤蟆 裡面都有非常豐富的B12 孕婦記得要多吃喔 維生素B12 只能從海鮮裡面攝取嗎 的確B12的含量 在動物性的來源食物 像這種海鮮裡面比較多 那素食媽咪怎麼辦呢 其實素食媽咪可以從這邊 海藻 海帶 然後或者是一些紅毛苔裡面 來補充B12 但是因為含量 的確是沒有像動物性食物來的這麼高 所以必要的時候 還是可以跟醫師討論一下 是不是有需要使用補充劑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礦物質點也很重要 那這個點的話 攝取我們可以從哪裡下手 對 因為媽咪要注重點的攝取 那其實最容易的來源就是含點鹽了 就是你平常烹調的用鹽有含點 其實可以補充到不錯的點含量 那另外的食物 像是剛剛提到的海帶海藻 海鮮裡面點含量也非常不錯 原來如此 我知道蛋白質要從肉類來攝取 沒錯 那鈣質可以從牛奶來攝取 對 但是我們吃素的朋友 該怎麼辦呢 吃素的朋友 如果是要補充足夠的蛋白質的話 豆類是很好的選擇 像是毛豆 黃豆 陰嘴豆 黑豆等等 蛋白質都非常的豐富 那另外呢 鈣質的來源如果是素食的朋友的話 可以選擇豆乾或是深綠色的蔬菜 比如說芥蘭菜 菠菜 空心菜等等 鈣質含量也非常豐富 那另外還有淡奶素的朋友 那淡奶素的朋友選擇又更多了 像是乳品類 鮮乳牛奶 優格 或者是這個起司都是很好的食物 可以幫助寶寶的骨骼發育 我懂了 那我在這邊要來偷偷秀一下 那請問一下維生素D 是不是可以透過日曬來合成 對 答對 沒錯 因為維生素D 其實就可以上過摔太陽 就可以幫我們皮膚吸收 然後利用 幫助鈣質吸收利用得更好 所以大家要多多曬太陽 今天我真的長知識了 耶 酸點鈣鐵 維生素B12和D 膳食纖維不可少啊 不可少 有了這些呢 今天晚上的晚餐 肯定是營養滿分 耶